這很糟糕啊 丟了沒人走以外 還要得花一筆錢來把它拆了 那個我們喔 中立公務段我們跟他好好聯絡啦 那以後這一類型的事 以後有這種重大建設 請跟我們市府協調可以嗎 市長 可以 請 那個我們跟公路總局來商量 他們在他們所管轄的道路 重要要做這種天橋的時候 要讓我們知道 因為這個總是一個新的交通設施 對啊結果是沒有用到的 真的從頭到尾都沒用到 所以我們一直懷念 劉邦有時代66的做好來 真的是對我們地方幫助很大 唯一的遺憾就是還有平面的 高價的橋有紅綠燈 我看也只有我們66而已 66半高價半平面 所以在平面道路的部分 會有車流緩慢跟交通事故的問題 對 坦白講應該是66全段高價化 接到西濱這樣才是正確做法 結果66發生車禍幾乎都是在平面 撞到的人就不是行屋人 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交錯 不是很好的設計 所以說呢 我認為當時的 當時不管是地方 或者是中央的意見 沒有考慮得很周到 去年的颱風天 還有一個女孩子開錯方向對撞了 你如果真的 現在有一段正在高價化 頭周段正在高價化 但是我看他原來的設計 是66全段高價 從大溪到觀音高價 接軌到那個 西濱61號快速道路 應該這樣的設計是比較對的 這至少可以節省10分鐘 所以說安全問題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邊已經發生很多車禍 幾乎都是在平面的路口 我們還是跟公路總局來反映說 66的快速道路 頭周段做完以後 還有沒有進一步的改善計畫 好 謝謝市長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觀音地區 有一塊土地 竟然是我們環保局 也不知道說 那底下有埋了什麼東西 結果是地方法院起訴了以後 在那個叫什麼段 裡面竟然是有污泥 事業廢棄物 還有一般廢棄物 結果我問了環保局 環保局連一點資訊都沒有 你是講中校段嗎 對 中校段 438跟440地號 11209跟12110 另外的地號 對 結果裡面檢察官竟然起訴 裡面有營建廢棄物 以及連續壁污泥 以及一般垃圾 我問了環保局 環保局竟然不知道 我在想那個環境 跟我們那個垃圾廠差不多 竟然會有這樣的問題 剛好在處理完 草副段處理完一筆 那兩筆 結果也還沒完全處理 102年到現在 還停市在那裡 局長 你看這個 你知道草副段那筆嗎 草副段有一筆 一樣的東西喔 跟這個裡面 同一個業主在做的 草副段那個已經有清了 但是地底下還是沒有清乾淨 環保局沒有讓他過 但是也沒有進行清除 現在又有多一件了 多發生這一件 竟然環保局完全都不知道 譬如你那個資料可不可以提供 我們再來瞭解一下 這個是我調出來的地檢署起訴書 是 地號跟人跟起訴什麼項目 都寫得清清楚 不想那個過去的案子 有移送給地檢署 查核之後 後續如果說有一些 不需要再證據保全的話 我們就會循這個 廢棄物清理法71條那個部分 我們會請這個土地所有人 或者是這個行為人 他必須要負起這個回復原狀 移除廢棄物的這個責任 好 那你現在 你等一下我這個資料給你 這個資料給我們 我們來處理 好不好 謝謝 還有一個就是 市長 我想我們去年升格直轄市以後 很多鄉鎮市區 都結餘了很多經費 剩餘的經費呢 我們也希望說 做在有用的地方 那我們觀音區 剩餘三點多億 對 我不知道我們去年 觀音不知道有做了什麼建設 那個剩餘不是說 一年把它做完 那我們每一個區都會做重大建設 那從 從這道路的養護到一些新的工程 所以其實都會超過啦 坦白講如果只靠這3.7億來建設觀音是不夠的 那觀音去年我看有沒有什麼建設 我看不到所有的建設 觀音區的建設清單 我請我們的這個 演考會會整好 或者主計處會整好 給預作參考 那不管是去年核定的 或者今年要做的 這兩年 104.105年度 觀音區的建設的清單 市長 我想會超過啦 我們是希望 我們是希望多做 不是說 我們回饋金也是大家在用 我們都沒有意見 但是 希望該做的 一定要做 對 如果我想是這樣子 像觀音跟新屋 那麼比如說以道路養護來說 他路比較多 那就請公務局跟區公所 盡量的這個養護的部分的 要多支持 包括我們市地重劃那些 有一些經費真的公園該蓋的就要蓋 該種好的樹就要種 我看到基金市地重劃那基金 都沒有再用到 我想那個地震局長 陳局長你要多用一點心 因為時間也不多了 那我們就不講了 那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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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時間到請坐 接下來第二位議員同仁 我們請劉禎益村議員提出總執行40分 謝謝 好謝謝副議長 市長副市長還有各局處的主管 以及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還有在場的各位同事大家早安 首先呢我要請教一下我們市長 那麼市長呢你非常非常的照顧我們中立的市民 尤其看到你去年編了兩百萬的這個預算 要帶電呢這個中立農會的訴訟費用 那麼想要透過這個司法要回中立農會 當然我是非常非常的高興 因為這麼多年來大家談這個老問題 市政府也沒有要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但是市長呢你已經做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真的在透過這個司法 能夠真的要回中立農會 市長 中立農會被全國農會合併了以後 那麼就生下一個中立辦事處 那對中立地區的農民很不公平 那但是要付費 不是只有掛招牌 資產要拿回來 當時喔是用很低的價錢被接收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那個資產要拿回來 一定要經過訴訟 所以農業局有編列了兩百萬的訴訟費用 主要的目的 那現在的進度到哪裡 請請謝局長來說明一下 我們已經進入司法的程序 我們上個禮拜也跟律師討論了 我們是要走行政訴訟的方式 去把那個交給中華民國公務 其實我曉得這樣子 大家有編了這個預算 我希望他不只是一個宣示的動作而已 因為我看了你的工作報告 十二區的農會喔 他的盈餘就有四億多 那麼農會的盈餘 回饋農民的部分 的百分比有多少 我聽說是百分之六十六 是回饋給農民 農民喔 那個十二區的農民的子弟 有這個獎助學金啊 有推廣農會啊 推廣這精製的農業的推廣喔 以及很多很多的活動 都用這個農會的這個盈餘來做嘛 是不是這樣 可是中立的農民 就相對的他就沒有辦法 享受到這樣的一個福利 那我覺得同樣是桃園市的市民 同樣是桃園市的農民 可是中立的農民就是沒有辦法 那我說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加緊腳步 更用心來把這個中立的農會要回來 讓我們中立農會能夠再活化 事實上現在中立農會是一個辦事處而已 所以呢 他中華民國的農會喔 最重視的應該在中部辦公處嘛 是不是這樣 其實到我們這裡來 真的要辦事情也沒那麼容易了啦 所以我希望說喔 我們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能夠積極的去把中立農會要回來 那我們的中立的農民 其實我們中立農民很多啊 這個腹地也很寬啊 農業區也非常非常的寬啊 不是說幾位農民而已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那個農業局 能夠用一點心 不要說光是講而已 你光是彈說我要我要去訴訟要回來 不應該是這樣子一個動作 我們有編列預算就代表我們要做 也代表我們的決心 我們要這個預算要用到恰到好處 不要說 重點是要所謂的訴訟評估啦 就是說當事人是要是誰 那訴訟的標的 比如說那個改製前的合併前的財產歸屬 那算誰的 然後這個合併的過程當中 有無影響會員權利 我們要把這個訴訟的規劃做好 再進入實質訴訟 那我想這個議題 我們既然編列的預算就代表說 桃園市政府認為中立農會應該恢復 那也市長 那我希望說我們還是要積極一點爭取 那市長你請坐 那我再請教一下那個農業局 因為我們農業局 我記得就是從1013年開始 那麼我們修耕的動作 因為要活化這個修耕的土地 從1013年開始就是 一年裡面有一期修耕 一期要轉做嘛 是不是這樣 那我聽到很多農民在反應就是說 他這個轉做的動作 那麼必須到農會去辦理 這個農作物的收購的手續 然後他休耕又要到中立區公所去辦手續 那有時候文件忘了帶雨 又要跑好幾趟 他是想說 是不是可以 因為這些農民你都知道都住在比較偏遠嘛 交通上面也不太方便 那是不是可以 我們農會跟我們區公所共同配合 那麼要辦這個手續的時候 我們指定在什麼地方 來方便這些農民 這樣子OK嗎 我有像那個農糧署反應過 因為我們這一套機制是 農糧署他設計的 要給市公所 區公所跟那個農會 還有農糧署 他們以前是三套 後來我們就建議他用農糧署這一套 就是要到區公所 還是農會的各辦事處 給農民方便 不要給農民一次跑跑了三個地方 才能夠完整 不是我的意思說 農會的辦事處 還是那個公所的 公所都有下鄉到你的辦公室去辦 對我是說農會 農會他只要派個人 配合區公所共同下鄉 對對對 這樣子我們可以方便農民 很多的一個不方便 像新務官員 我們都是有下去一看 之後就把它整合 一定要整合起來 對啦 那個局長 因為農民是最弱勢 因為農作物你也知道 那個賣不了什麼錢 是他們的這個利潤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我希望說 我們針對這些農民 我們要特別特別的照顧 好不好 我們現在已經整合一套了 跟那個農民的那套去用 好 那個局長你請坐 那我想請那個環保局長 局長 那個我們今年的元月23號 我們有做一個就是儲備清潔隊員 徵選的招考 是不是 那這些都是委外在做 對 那委外在做 表示你很公平 是不是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啦 我覺得 呃 在考試第一試啊 在比試的時候 我是認為是非常公平的 因為大家 大家自己夠不夠認真 對這個清潔工作夠不夠熟 你只要熟練 你就會考得不錯 那麼 在這個第二試啊 扛沙包啊 這個徒手扛沙包 這個動作 我就覺得很不公平 男生跟女生啊 男生啊 他的個兒就是比較高大 女生天生就是比較嬌小 是不是這樣 男生走一步 可能女生要跑兩步 那雖然說這個女生啊 手上的沙包是少了十公斤 但是他的體型就是跑不快 那這樣子對女生來講 我是覺得真的 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我想請問一下 那我們這一次 甄選的人員總共有幾位 跟一桌報告 這一次有180會 正式入取 女生有幾位 女生只有八位 對啊 180位女生只有八位 你說這樣公平嗎 我跟一桌報告 這個我們會再來檢討一下 事實上我們在儲備的部分 女生就比較多一點 我有給他算過 我們這次儲備的 就是後面還有一些備取的 在兩年之內 可能會錄取上 女生就會到百分之十 這樣一個比例 那跟其他縣市 目前有幫你招考比起來 我是覺得 因為現在確實是求職 一位難求 了解 那我覺得既然 我們桃園市政府講求的 就是說 你一定要公平公正 那我希望在這個區塊 我們女性朋友 也有一個婦女保障名額 謝謝一桌 謝謝一桌 關心婦女這個問題 那事實上台北市 他們有一個叫做婦女組 可是他們這樣算起來 女性的比例還是偏低 也是個位數 那我們這樣其實沒有比他們低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再增加這個比例 一直在說哪一個縣市怎麼樣 因為我們桃園市就是不一樣 我們桃園市又要做得最好 做得最公平 我跟議座報告 我們清潔隊員的一個比例 女性大概有22% 大概也是算相當高 我們會再注意這個分配的一個比例 好 局長 希望說我們這個能夠再加以改善 那我再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的每一個禮 幾乎都有這個環保志工 幾乎都有成立 事實上我們清潔隊員 其實人數全桃園市來講也不多 他除了這個載運垃圾啊 輕鉤啊 或者這個大型家具的載運 那你還要再去請他去做 我們整個環境的清潔工作 確實是人員有非常的不足 那就是要仰賴這個環保志工來協助 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常常看到就是禮拜六的早上 一大早五六點這些環保志工都出動了 其實在全中立市裡面 在市區裡面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認真 因為向道多 真的要清理是不容易的 那我們桃園市升直轄市以後 我想這個環境的衛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一個城市的進步 乾淨是讓人感受到最直接的 是不是這樣 那我們對這些環保志工 現在給他們的福利 有哪一些福利 一個預作報告 環保志工對我們桃園市的環境有很大的貢獻 也非常辛苦 所以市長非常關心我們的環保志工 所以從過去的每個月 每一隊大概補助五千塊 升格之後市長就把它加碼到九千 那是去年 那今年我們又提升到一萬 就是每一隊有一萬塊的一個志工匯用 那我們讓志工匯用的運作更有彈性 那除了這樣之外市長還加碼 就是讓我們每一個志工 都能夠有機會去做延期觀摩 所以每一位還有一年還有一千六百塊 今年開始已經有編的預算做延期觀摩 延期觀摩 就增加這個費用 他本來的那個一萬塊 每個月那個部分 我想再請問一下 因為他們一道一道長 一大早就在開始手機 對非常辛苦 其實有時候 夏天還好 冬天的話 這個天有一點昏暗 其實也蠻危險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他們有沒有做這個保險的動作 有給他們做一些保險 還有制服等等都有 這個我來說明一下 保險制服是由環保局統籌辦理 那一個月的運作費一萬塊 一年十二萬 我們是非常彈性的方式 讓志工隊長來處理 那每一年還增列了一千六百塊的環保觀摩 所以目前在這個環保志工的福利 第一政策上 那六度裡面桃園是最高的 是啊 我也期望這樣子 因為不要說他們很辛苦 我們還是要給他一點鼓勵 是應該的 所以我希望說在這個區塊 我們多重視一點 尤其是我們的環保志工 這是好事 那這個事情可以彌補我們很多的 在環保工作上的不足 好 那謝謝你們 那我想請交通局長 局長 從我們2016年開始 我們南區中立區 這個優拜就開始營運了 是不是 今年二月 但是其實我們中立區 真的看不到一條 看不到一條路 有這個自行車的 這個專設的一個道路 沒有一條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中立區 跟桃園區 都是舊的市區 道路的寬度呢 就是這樣大 那麼如果你增設自行車專用道 就是會造成 汽機車的使用的空間變小 因此呢 我們在規劃自行車道的時候 我們有七種斷面 這其中有五種是共用斷面 就是自行車跟機慢車共用 那麼我們在 今年我們已經調整做法 局長其實你講這些 可能你在想像中的 事實上我看到這個 優拜在騎的時候 他這個狀況 這不是我故意要去拍的 我從這裡過 我看到這個狀況 我就覺得 唉唷 太可怕了 真的太危險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租借這個優拜 有沒有限年齡 有時候誰不能借 誰可以借嗎 沒有 沒有嘛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小朋友 我看幾乎都是小朋友在騎 都是學生在騎 那這種狀況之下 萬一 萬一我們講萬一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萬一如果出了事 到底誰要負責 自行車是政府提供的一個公共的交通工具 騎乘者本來就應該遵守交通規則 這是基本上是這樣這個意思 我們只是提供這個方便 本來就應該遵守交通規則是大家都要遵守 也不是騎腳踏車的人才要遵守 可是你這怎麼講呢 你要教他怎麼遵守 他也沒自行車道 他到處都可以騎啊 所以我們騎乘環境 應該要把它盡量做好 該有的交通工程的設施 我們一定會把它做好 譬如說標誌標線號字等等 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他們有做保險嗎 沒有 什麼保險都沒有 沒有 那你看萬一如果發生事情 像這些小孩子 他有能力去做一個賠償的動作嗎 車子弄壞了或者去撞到人啊 他有沒有這個能力可以做那樣的動作 因為 這個部分在全省的所有有自行公共自行車的都市裡面 我們都在聯合起來準備向中央 希望能夠來增加保險 但是問題像是保險業 他不受理他不願意做 不是我們不做 那怎麼辦 所以現在還要透過交通部來協調 我是覺得局長 我們要執行一個政策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想清楚 要考慮清楚 到底要怎麼做最安全 尤其是在這個馬路 馬路如虎口嘛 是不是這樣 你看這樣的狀況喔 人 車 機車 走路 行人 都在這條道路 這道路小 尤其是老舊社區 你剛剛講的 這道路才幾米路而已 如果不是我們可以考量撤銷我們的租金站 如果必要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我們真的要細想 到底要怎麼執行 會比較安全 第一個 全國的U-bike保險要由交通部來統籌協調 因為這個騎乘 腳踏車 這個是只是提供工具 那仍然需要每一個騎乘者 他要注意安全 這基本上還是要這樣看待 第二個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那桃園這個道路的狀況 要不要發展U-bike 我想發展U-bike的同時 我們會發現道路的路幅不夠 那我們並沒有因為這樣而放棄U-bike 所以也可以藉著機會來慢慢檢討 我的意思 即使台北市他也發生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硬開出自行車專用道 也會造成另外一種混亂 因為那車道 那個機車跟汽車也不足 其實U-bike 那個使用力還蠻高的 我跟他看起來是使用力很高 那你們執行這樣子 我是沒有意見 但是我只是在質疑說 這個安全這個區塊 我們是不是有做考量 那個我們市區的道路的部分 我們再請交通局來規劃 那多做一些標誌 我是建議 就是我們在這個保險這個區塊 盡量我們來幫他爭取 好 是不是這個區塊能夠做到 我們來跟交目來反應說 看交目來協調保險業者 是否有可能針對U-bike 來發展保險的這個計畫 我是比較主張這樣子 那個市長你請坐 我想請問一下交通局長 我們既然為六都之一 可是我們這個監禮站 我們桃園監禮站及中立監禮站 都還隸屬於交通部新竹區監禮管理所 是不是這樣子 那可是呢我就覺得很納悶 台北市的監禮站 就首開先例 他們是台北市監禮站 那我想說他們不但這個使用力很高 而且監禮站帶來了很多的這個利潤 就是八千多萬的一個收入 那我們一地制法 我們桃園市既然身為六都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來增設桃園監禮站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我們不要在桃園市裡面的監禮站 叫新竹 新竹監禮所吧 這樣子好像聽起來還蠻奇怪的 市長有這樣一個 我們的市長也有這樣一個想法 但是因為這個是牽涉到中央監禮的法規 因為現在車輛管理 以及駕駛人管理 是屬於中央的職權 不是地方的 那直轄市呢 中央市是開放了一些這個業務給地方 譬如說這個購入客運的部分 譬如說計程車的客運 業務也是中央開放的地方來接辦 直轄市的部分 這樣子齁 我直接的看法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在我們桃園市裡面的 這個監禮站會屬於新竹 我是希望說我們如果說別人可以這樣子 剛剛你也講嘛 台北市在執行優拜 我們就來執行 那麼台北市它有監禮站 我們是不是在桃園市也可以 將這個監禮站爭取回來 那麼讓我們的收益 讓回饋給市民嘛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像這個 汽車輛管理 小客車的管理 以及駕駛管是中央的 這個不能收給我們 我們不能接 那麼我們現在交通事件裁決部分 我們已經收回來自己成立了 這是我們自己的 包括這個事故的調節等等 這個都已經收回來 我們已經單獨在交通路底下 成立一個交通事件裁決處 你的意思是說 真的要把它爭取回來 為桃園市的監禮站是不行的 依法不合 因為這個業務是中央的業務 這樣子是吧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那個交通局長 那我們新生路 新生路從這個環北路 要到青埔這個區塊是30米路 那麼往市內 往市區呢就是15米路 那常常會看到就是我們的車子 進到這個市區 進到市區啊 就非常非常的湧塞 尤其是市區都是大樓林立 那個交通亂向是非常嚴重的 那麼在這種狀況下 我是有一個建議 尤其是在15米路 幫我關一下 我們在15米路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我們的車子 這個旁邊都可以停車 就是新生路旁都可以停車 這邊是有一個人行道 但是這邊就沒有 沒有人行道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行人真的是找不到地方可以走 在這種狀況下 你覺得我們這個區域 是要怎麼來改善 就是讓行人有一個人行道 在既有的路幅寬度之下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停車管理去找手來做處理 也就是說 如果行人量很大的時候 而且沒有適當的騎樓 那麼我們就必須要考量行人的安全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禁止 用畫紅線禁止停車的方式來做管制 讓行人有行人空間 甚至於在路間 我們可以設置行人專用道 用綠色的鋪面來做 這也是可以注意 我們可以做行人的專用道嗎 可以可以 只要行人量夠可以的 我是比較像這個行人的專用道 因為給行人有個地方可以走 這樣子至少也比較安全吧 因為這是已經計程40了 你是15米路你根本沒有辦法透寬了 因為老舊社區都已經蓋了房子 那我希望說我們往行人的徒步區 來的方向來做一個改善 我們先來做一個會刊 好不好 那還有就是 一樣是在新深路 其實新深路這條路是非常非常熱鬧的一條路 我講過好幾次 因為我們每次談到這個建設都一個大建設 其實我已經講了N次了 也很難去執行 但是比較容易執行的 我覺得是這個都市都會老舊社區 都會的景觀的改善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做的一件事 因為你跟他看我們這個多熱鬧一個區塊 我們這個 講的N次 這個電線高掛在天空上 真的是像蜘蛛網一樣 這部分我在跟本府相關局處報告 可是我覺得 怎麼會這麼難執行呢 講了那麼多次 但是好幾年我可以講 我可以講說 這已經講了五六年了 還是沒辦法可以改善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沒錢喔 一直我跟您報告 這個電纜地下化 他有這個台電也有 有編列說這個下地路段 那是分下地路段跟非下地路段 我們有持續在做溝通 那第二點就是說 這個景觀的改善啊 還有這些副掛的這些設施物啊 我們要一併先第一期先來去做 所謂的標示 標示之後呢 然後第二階段 我們就來執行說 把它清除跟管理 那局長 是這樣齁 我想應該是預算的問題啦 你們預算是不是編的不夠啦 一直我跟您報告 謝謝你關心喔 這個其實我們市府 在市長上任後 是特別重視 我們特別 在這個五四年內都有編了預算 總共兩億元 但是最重要跟您報告是 台電有自己的下地路段 那這個部分 市府也有了解這個問題 也有去協商 所以在副市長 你意思說台電沒辦法配合是嗎 我想它的配合度 我們需要去溝通來去改善 其實有很多地段齁 其實它管那個管線管溝都已經做好了 有很多齁也都沒執行 我是想說我從去年到現在 我也沒看到哪一條路說這個 電線電纜地下化有在做的 這個南區我沒看到 去年已經有執行將近十公里 那今年我們會 十公里是執行在哪裡啊 大概桃園中立啊 中立像坎頂路那邊也有下地 坎頂路應該是新的 坎頂路應該是新設的一條大路嘛 道路嘛 他原來沒有規劃 原來沒有規劃 原來沒有規劃 我是想說像這個 尤其這個點更重要啦 這是街上看起來這樣子 真的是非常難看 不好意思謝謝您關於 最重要就是說 這個配合都市的發展 他原來的路幅不夠 所以下地的同時呢 他那個民眾也要說是去同意 所以這個事情變成說 我們要去做溝通 因為他路幅 這條路是15米路應該不會不夠 他是15米路 那個局長改善一下 加強一下市長拜託一下 那還有齁 全市的電纜地下化現在是40%啦 那如果要提高到60%的話 應該預估還要好幾百億的 因為台電要求我們分擔一半 所以目前我們一年編列了5000萬 那議員建議的我們就納入評估的路段 但是呢現在議員建議的也超過10倍以上 沒有我覺得這個有一個順序 我們把議員建議的都會整起來 也是我們預算的10倍以上 我也不會到處叫你要做電線電纜地下化 議員你只提一個 我們把所有議員建議的 目前加起來也是我們預算的10倍以上 好啦那市長請坐 你請坐 我再請那個交通局長 因為停車位確實是非常非常的欠缺 因為我們陶淵市深耿 人口一直在增加 車輛越來越多 真的是要停車一味難求 你想辦個什麼事情 停了一分鐘馬上就脫掉了 其實很多市民都在反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想我們的新民國小的地下停車場 跟中原國小的地下停車場 這使用力超高的 而且市民也非常認同我們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我是在建議就是我們新都心也就是我們六合商圈 六合商圈它是一個可以講說是我們這個商業區 那停車位的需求非常非常的高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是在建議 因為你要找一塊地來設停車場 過去並沒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也沒有停車場的設備 所以你要找位置很難 那我想我們六合商圈 它不但是有這個收購 我們區公所 青年事務局都在旁邊 我們有附贈事務所 都在這個附近 新街國小可以說機關用地很多 那停車的需求真的比別的地方更高 那我在這裡就是拜託 因為我們新街國小現在的操場的校地 用地還蠻寬的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來執行 就是我們在新街國小 跟新民國小一樣 設一個地下停車場 來讓我們這個中立市區的市民 在停車這個方便 能夠更加更加的方便 也找得到停車位這樣子 可行嗎 我想這個有必要 但是要看新街國小的 他們的看法跟態度 他們如果願意提供操場給我們 我想我們會來規劃 我們還是要新街國小同意就對了 當然 因為那是他的地 新街國小不是隸屬我們教育局所管嗎 那他會不同意嗎 我覺得如果要做這樣的建設 他自己學校 我們的停車會的收費 有沒有編一些 有沒有回饋給學校啊 沒有 都沒有回饋辦 教職員 一個折扣 因為照規定是通通要收費的 那不是 我的意思說我們的收費 收費收多少 沒有提撥一點給學校這樣子 沒有 沒有 他所有的收費都進到市政府的 停管基金裡面 所以他不願意讓你做停車場啊 那你如果變一點預算回饋給學校 他怎麼會不願意呢 那我是希望說我們努力一點往這個區塊加加油啦 好不好 那個 那個 市長 那個中立市仍然有新建立體停車場的需求 那坐在哪個學校哪個區段 我們會很快的選址確定 因為各個學校的狀況不同 也曾經有一個學校在去年 那聽說有要做這個地下停車場 就家長會連署好幾千人都反對 都反對 那所以那個案子很難推動 所以這個部分仍然是需要跟學校 跟家長會溝通 市長我們其實有很好的例子可以看 其實我們將這個例子告知 我想家長應該也沒什麼意見 這個要看每個地方不太一樣 因為那個操場要封閉一段時間 那市長請坐 那個教育局長請坐 那個還有我在請交通局 因為我看到那個 因為我們中立很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 因為高速公路 那我們每一條道路很多都要穿過 穿過高速公路底 對不對 那我是一直覺得說 我們高速公路底 是不是可以加強一下 把這個高速公路底這塊區塊 加強美化一下 然後這燈光再做明亮一點點 可以不可以這樣 這個部分我會跟道路主管機關 我來跟他報告 這不是交通局的業務 不是交通局的業務 這是道路附屬設施 是屬於大陸主管機關的事情 那我就希望局長 你去爭取一下 因為我看到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我贊成議員的說法 我們來協調 因為那個寒動以下沒照明 暗蒙蒙 這個好不容易把寒動打開那麼大 他只要加照明以後就變好用 這不是何俊北路 這是治廣路那邊 治廣路那裡 他也應該是高速公路局在管理的吧 對多他在管理 那如果是治廣路 那我們就自己做啊 可以自己做的話 我是希望 當然你要爭取 我是建議 因為我看到這個 我不知道誰要做 那個如果是市政府的交通局管理的 我們就來做 那公務局 那拜託一下 像這樣的狀況 這個是中立區的治廣路 治廣路 我看因為我上次看過 我也有類似的感受 覺得晚上有點太暗了 太暗了 而且他晚上 這車都停在這邊 治廣路那個 是我們管理的話 我們就來做 都當停車位 我覺得這樣還蠻可惜的 尤其是這樣昏暗 沒注意到真的就發生事故 這個 那我也是建議你們 我希望這交通事故 盡量減少好不好 對啦 這個能改善的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改善 如果不是我們管理的 我們也可以反應來協調 好 那市長請坐 交通局長您請坐 我想請教育 公務局長請坐 教育局 我很罵悶 尤其今年在招生的時候 我們那個國中 剛剛招生過 私立的 私立的國中 私立的國中 真的很難進 一位難求 怎麼會這樣子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麼難進 因為 我們學校 我們的國中不是 不是現在每年 每年都要減班嗎 為什麼他們的 他們學校那麼難進 是怎麼一回事 跟益作說明 因為私立國中的招生方式 跟公立的國中不一樣 那私立國中的招生方式 他們現在有的是用考試的方式 所以呢就 報名人數就相當的多 其實考試方式更難 你要考試要考得上才能進 為什麼不去公立呢 我們每年 編了將近三百萬的預算 在教育這個區塊 那麼 人事費用 裡面的學校的建設 對嗎 我們老師也都很棒 我們老師也都是 教育部評選出來的 對不對 師資也都非常優秀 為什麼 我們要每年減班 因為就是有考試 他就變成經過一道篩選 學生的程序了 所以這個就會有影響 我有時候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如果說 這是我們國家法令 如果說我們的 我們的學校 我們的國中也好 國小也好 如果我們受到的評語 是不錯的 我想大家也要爭先恐嚇 要進來嘛 是不是這樣 那你可以 意思說明 我們現在也在打造 有許多優質的國中 現在我們也是做這方面的努力 應該要往這個區塊 少子化以後 學生真的越來越少了 你看都被 都被市立國中搶走以後 每一個學校都減班 我覺得看到這樣的狀況 心裡面還蠻著急的 所以我想 那個局長 在教育這個區塊 應該是很有經驗 那我也希望你在這個區塊 要更用心一點 讓我們來覺得要上公立不容易 那高中為什麼上公立那麼難呢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教育這個制度的問題 那我想教育 也不能聽一些局外人講什麼 我們就怎麼做 我們還是要給學校校長或老師 一些適當的一個權利 不要人家反應什麼 你就對校長質疑 對老師質疑 這樣是不好的啦 好不好 我們會鼓勵校長 那局長我再問你一下 因為我看到你的工作報告 我們的校舍有百分之八十幾喔 他都是沒有申請執照的 都是無照的 是不是這樣子 是 我們室內 就是沒有使用執照 或者是老背照的情況 是蠻多的 對 像這個情形 當然慢慢的會改善 就是你這個校舍如果超過幾十年 你就可以拆除嘛 是不是這樣子 那慢慢的我們有新的校舍出來 我們也可以逐步的讓這個校舍合法化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校舍的那個學校用地 是屬於私人的用地 目前還有多少學校是這樣子 這個詳細的數字我們在統計再給一座 可是據我所知 因為我們中立區大概有兩所的校地 像山東國小他就有佔到這個私人土地的問題 山東國小跟巴黎國小 都還是私人用地 像這種狀況就是他學校 其實他的校舍的屋齡都超過六十年了 那我們現在不是有老屋見解嗎 你們有去見解那個學校的結構是怎麼樣嗎 有沒有這樣子 有 目前就是我們希望是說 有安全餘慮的在三年之內都能夠完成補牆 目前的進度是這樣 你所謂補牆 假如他的屋齡超過六十年 你怎麼補牆 因為過去的結構沒有那麼用心 因為過去的人都比較隨性 怎麼蓋就怎麼蓋 也沒經過市政府的這個結構圖來蓋 他可能想怎麼蓋就怎麼蓋 那你怎麼知道他的結構是怎麼樣 那你要補牆也很難 那我想說他的校地還是私人所有 那你如果要改建你有辦法嗎 有沒有辦法 那私人地耶 私人地他不給你蓋就不給你蓋了 所以就必須要先處理私人 佔用私人土地的問題 對嘛 那你要處理 你也不能一拖再拖 我看這個很久以前就談到現在 也都沒有去處理 所以我就覺得政府就是這樣子 過去那個土地很熟的 你不去買 你等到這樣很高的時候 你還要花好多好多的錢去買 我是覺得這樣子 你就講說沒有預算沒有經費 那在這種狀況下 你看你要怎麼去改善 我覺得我們還要破釜成舟 該花的時候還是要花 看要多少錢要怎麼去徵收 我們要做一個徹底的解決 不要再每一天太多 像山東國小 我們現在也在跟地主協商 已經快有結果了 快要有結果了是嗎 是 好 那巴黎國小呢 也是一樣 我們也會跟地主來進一步的協商 因為我聽那個山東國小說 他們要蓋個活動中心 怎麼有辦法 那個茶就別人要怎麼去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局長 在這個區塊我們加油啦好不好 好 那你請坐 那我再請問一下那個市長 市長那個我們陶淵市 陶淵市的外勞非常的多 9万6千人 包括我们的新移民 我们新移民有5、6万人 大概5万6千个左右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内政部的移民署 在陶淵市它有设立一个服务中心 在陶淵市有 其实南区工业区都在南区比较多 尤其中立工业区又是工业区 都在偏南这边 那我们的外籍新疆也非常的多 那我想有时候他们要办理这个手续 非常不方便都要到陶淵市来 那我们是不是也在南区 设一个移民署的一个服务中心在南区 可不可以这样子 我来跟移民署商量看看 业务上如果有需求的话 我想说他们是比较弱势的一个团体 我们还是要对他们重视 尤其是在服务这个区块 其实我们设一个区在中立这个区 那在方便他们这些人 我想他们也会非常的感激 就是说哎呀 我们市长对他们的关心好不好 好不过这个是中央的业务 我来跟移民署反应 那再请那个市长多关心一下 好 那我再请教一下那个市长您请坐 那水务局 水务局 水务局 那个我们新街西 前面多久有去会看过 就是我们新街西的右岸 也就是那个美龙桥的附近 要做一个徒步区 是不是这样 是 那那是从哪里到哪里啊 是从美龙桥到到到到哪里 到福州桥 到福州桥而已吗 没有那是其中的一段 那这一段的话 我们包含了这个土地征收 还有做这个这个互换的一个改建 那这个是留意中 那我们新街西到美龙桥这一段呢 是 新街西到美龙桥 其实前一阵 大概几年前 他们已经拆过了 已经把房子拆了 但是并没有做那个河岸的这个徒步区 新街西 是 你知道新街桥到美龙桥这一段吗 是 也就是我们的 我们中立那个 那个从 从这个延平路 延平路到到美龙桥 这一段不要做吗 这一段有都有要做 上一次市长有特别聚会 那一段会会执行是吗 会执行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土地的一个征收 那一段也要土地征收吗 如果我们要把房子拆开 好谢谢时间到请坐 好那么 我们中场休息二十分 下一位议员是李淑贞议员 来总咨询 中场休息 这一段会议员是李淑贞议员 是李淑贞议员 我家宣贞议员 这一段会议员是李淑贞的 我家宣贞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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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 我们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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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我们 希望播放 對 沒錯 那我想前幾天我們立法院的那個 交通委員會也來到我們巴德 考察我們桃園的交通建設 那包括國道3號增設 巴德第二交流道 那我想這個是可行性有可能嗎 這個部分當天勘察的結論是這樣子 就是從豐德路 他到接受為止 他直接接到國道3號 大概480公尺 那個案子第一個高低差比較大 那第二個 那個有個那裡剛好是爬坡路段 那爬坡路段能不能設閘道 要工程顧問公司來評估 要到達高速公路 閘道設置的規範 那交通部是同意說 進入實質評估程序 那我會請我們的交通局 針對國道3號 增設巴德的豐德路的閘道 這個計劃來做 可行性的規劃報告 市長你覺得可行性嗎 我是覺得很可行 但是那個高工局的人是說 他有一些設計的規範 比如說爬坡段 對爬坡段好像不太行 他認為爬坡段比較陡一點 差了一趴 因為局長陳千也到我服務處去 我想我們廣峰在年底也即將要 如果那一條路那個閘道可以設 確實可以解決巴德交流道的塞車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從那個大溪跟庚寮角巴德這邊 直接走這個路 480公尺就上交流道了 是啊是啊 所以我希望市長您加把警告 這個我請交通局稍微說明一下 可行性規劃報告的情況 在國山縣增設這個豐德路的延伸 新闢將近500米接到國山 我們新闢的交流道 大概我們會用這個鑽石型 或者單點式交流道的方式來設置 目前正在做技術部分 跟拆遷以及經費部分 我們準備要進行可行性 這部分我們會委外來做技術的分析 希望局長您加把勁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那那個 目前我們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的區域 總共有七個案子 對不對 有七個案子是不是 對 市長您先請坐 局長您先告訴我 這七個案子是在哪個地方 在我們現在在辦的是 巴德大南是剛剛通過 巴德大南 巴德大南就是包括 剛剛體育局的那個運動中心 也是在這次的通檢案已經通過了 那另外呢 正在進行中有包括 我們的林口特定區 就是我們的龜山台地上的 那這個在進行中 在內政部審議中 那還有呢 另外在這個大溪也在 也在這個內政部審議中 大園果林也是在內政部審議中 那巴德就是這個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是在我們那個七個案子 其中一個是在國民運動中心 這個北景園區這個地方 是 是 好了解 那我想 那我想我在會期有很多次 本席曾經提過 在桃園到內立的都市計畫 已經有二三十年以上 我們都沒有去通盤檢討 都沒有關心這一塊 在巴德區的 潔明里 嘉東里 還有永豐里 高城 高明 白鹿里 這個地方是從那個 部分是有納入我們都市計畫 但是二三十年來 這個地方全部都沒有開發 而且是以中冠縣以北 以北就是文中路那裡 那文中路目前都已經開發了 一百多公頃對不對 那以南就是茂連倉儲這個地方 完全都沒有開發 茂連倉儲這個地方 茂連倉儲這個地方 你們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有沒有規劃在裡面 跟議員報告 茂連倉儲他本身 他就是一個西部計畫的檢討案 也就是說他自己是做一個西部計畫 他本身就是已經在內政部審議 而且已經到最後 局長你曾經有沒有介入他們的那個通盤檢討 茂連這邊 他有提出申請 也在內政部審議中 你們有沒有去關心這一塊 有 有齁 那因為那個地方有一個國小議定地 國中議定地 那因為我們永豐高中 永豐國中是同一個學校 希望趕快把他能夠過的話給他過 讓我們永豐國中能夠遷到那個地方去 你覺得呢 這個是當時就有考慮這個因素了 我們跟教育局聯繫 就是這裡缺少這個學校 但是呢為了保留彈性 我們是以這個國中小的名義 可以同時做國中或是國小 我想這個我剛剛提的這六個禮 已經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已經二三十年 但是我們都沒有去想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希望說下次也市長 我們這個圍仔 郭先生郭明 還有我們永豐里高層 這個地方真的是屬於鄉下地區 那只有一線資格 文中路那邊現在已經高樓林立 我們這邊都沒有開發 我希望市長這個地方 能夠稍微關心一下 尤其你跟他看 光是一個茄東路 我當議員已經當了第三屆了 我每屆都提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茄東路都還是沒有辦法 還是沒有辦法 他有一個分流改善計畫 我們正在做 我知道有分流改善 桃園內立間的 內立的那個中間公路的這個都市計畫 確實開發率也有點偏低 那當然我是希望鐵路地下化以後可以大幅改善 市長你覺得我剛講的這些 就是那個永豐里還有高層里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你覺得都市計畫 已經二三十年都沒有開發 要不要關心這一塊 剛剛李局長有說明了 那這邊的公社仍然是需要開發 其實我是希望說將來 整個那個布立桃園醫院周邊 可以做整體規劃 因為將來那邊有一個永豐路 永豐站 永豐站將來會變得很方便 所以我是認為這整個區塊 應該要好好的來看一看 要發展到什麼方向 所以希望市長能夠關心一下 這個我來專案討論一次 就是布立桃園醫院周邊的這個都市計畫 他們已經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所以就拜託一下 所以你跟他看 城鄉只有一線資格 城鄉差距很多 像我們巴德這個高層里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高層里這個地方 公務員設置 那市長您當初說在這個地方 要做一個集會所 那現在是怎麼樣 好這個讓那個民政局來說明一下 高層公園現在公園還有那個公務局 因為原來公園比較小 後來捐贈以後擴大了 所以我們預定在公園裡面設一個 那個集會所 那現在進行的如何 讓龔局長跟湯局長來說明 是 報告一座 那個我們現在在公園要設集會所 我們現在要等我們那個公園自治條例 它合備下來以後 我們才會進行 因為這是去年十二月份的事情 那到現在都一點早落都沒有 到底是怎麼樣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正在做這個規劃設計 然後同步相關的法令呢 也來去突破 我說明一下可能 那個預座比較了解 工程設計繼續做 我們有制定那個 桃園市公園自治條例 那這條例已經送到議會來審查 那審查過後報內政部核定 核定後公園就可以設理集會所 那我們現在是用這個 比較完整的法律的方式來處理 那因為那天我們去的時候 有很多人嘛 大家都知道這個地方要建集會所 工程設計完成後先去地方說明 要讓老百姓知道 那天是確定發展這方向 那工程設計完成後 還是開個簡單的地方的說明會 讓大家知道我們的進度 對對對 要讓他們知道進度 不然我的服務處一天到晚就講 你們說這裡要做集會所 怎麼那麼久的一個時間都還沒有做 所以等你設計完成的時候 還是要讓老百姓知道 我們這個地方就是會建集會所 好不好 那我們高明裡還有一個 而35的那個公園異定地啊 市長我剛剛我有去看的這個地方 對 因為高城裡高明裡還有永豐裡 這個人口度啊是非常密集的地方 那這個公園異定地啊 你看看全部都是垃圾啊 停車啦 雜草蟲車 這應該還沒有徵收啦 是這徵收要很多錢嗎 對 那請國局長說明一下 是要多少錢 我記得而35的時候 在那個公所的那個報告的時候 局長 你有講而35這個地方要建公園 沒有問題 但是一年了 一年多了問題很多 到底有沒有在做啊 不好意思因為這個而35 用徵收經費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來去融移 如果能夠融移來去做這個開闢會比較好 那我們現階段呢 如果這個現在這個環境比較差 我們可以先做一些這個整理 環境的清理的部分先來去處理 那可是我們希望說 對環境要去處理一下 你跟他看 就跟垃圾場沒有什麼兩樣啊 對不對 這個現場 而且這裡全部都是住家 然後這個地方亂七八糟的要死 這個生活品質真的太差了 對不對 而且這人口密度是很高的一個地方 好不好 那還沒徵收之前 你要用心啊 你都答應說要做到現在都 都不知道在哪裡啊 公園徵收案 目前我們都是鼓勵融移 融移到一個階段的比例 我們才會開發 那因為每個公園要徵收的成本都真的很高 是真的很高 不過我想還是請我們的拱局長 那麼就公園的目前而35 到底他捐贈了多少 後續的發展可能用什麼方式來解決 你把徵收案跟融移案兩案都給議員知道 對你要讓我知道 我才可以跟老百姓講 因為你當初跟我講說 沒關係 而35公園一定會開發的一定會做 但是已經等了一年多 什麼都沒有 謝謝一座 我想我們會把相關的資料提供給一座 那我想我們整個桃園市是皮躺之鄉 對不對 那在我們廣服路1357巷 這個地方 這就是我們說的客位 市長你們知道 客位在哪裡你們知道 這個地方把皮躺弄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也很漂亮 讓老百姓 飯後的時候可以這邊散步 但是客位這邊人口並不是很多 幾戶人家而已 就可以把它做得那麼漂亮 那我想在高層裡高層三階東端的皮躺 這個有的人像這個 那為什麼這個皮躺 我們沒辦法把它稍微整頓一下呢 那個高層三階嘛 對高層三階 還有一個皮躺在這裡 請水務局安排時間來看一下 是水務局 是 排個時間 還有公務局一起來 因為我們那個景觀 因為這個地方 蹄躺公園 我們現在是這樣子 如果這個是水利局的 就水利會 水利會的 水務局會同水利會一起來 然後這個可能會放在公務局的景觀 防災科 請公務局來看一下 那這邊的土地產權要先處理 到同意的程度才能做 如果是水利會的土地呢 水利會的土地要取得水利會同意啊 那就取得的時候 我希望說如果這個可以把它綠美化 把它讓老百姓在這邊也可以散布的話 我覺得是一件功德 這個我們再來辦會刊 請公務局跟水務局 還有會同水利會來現場看 不然你跟他看 光是全部都是在第二選區 其實我們 一個皮躺這麼漂亮 一個皮躺 雜草重生 我們全市還有兩千八百五十一口吃糖 是啊 單單八得應該還有一百六十口 對 那因為這個是比較特殊 這個臨界住宅區 可以發展成為皮躺公園的 我們優先 我想這樣子 優先把每個案子勘查過 把它設計完成 那我們的預算再分年去編列來完成 對 有的比如說 我在這邊是建議市長 這個地方先去了解到這個地方 到底是不是水利會的還有私人 私人我們就不敢講 如果是我們水利會的 那市長您就跟他們接竅好 這個地方把它做一個 讓老百姓能夠休閒的地方 我跟議員說明 其實我們巴德的皮躺公園 從包括這個 包括我們的巴德皮躺公園 包括我們的巴德皮躺公園 阿店 還有你說 那現在又加了西坡 西坡生態公園 所以這一口 其實我們巴德已經做滿多口了 那這一口如果能夠做起來的話 有需要我們來規劃 因為畢竟我們整個 因為這個地方是人口密集最多的地方 中路地區包括高層地區 確實沒有皮躺公園 所以我們現在中路這邊 有找了兩口 那如果高層這一口 也可以做的話 應該也可以增加我們很多市民休閒的空間 所以市長就看前局長安排會堪一下 如果可行性的話 我們就幫他們處理好不好 好 可以嗎 好 我們辦現場會堪 那你看我有去照 這個皮躺真的是很漂亮 看起來很漂亮 如果把它做好的話 真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這個地方很多人住啊 可以把它做的時候再拜託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我想這個路段 有帶巴德的交通 要解決的地方 請市長您多關心的地方 剛剛邪東路這個 這個剛剛也講過了 福德一路 辦理擴寬 解決這個 其實 其實本席非常擔心 那那個廣風啊 年底的時候不是就要開幕了嗎 那我們的福德一路 下來河平路 河牆路 還有義勇街 那路都很小 所以我想 廣風如果開幕的話 我們沒有做一個分流道的話 可以說 到時候會塞車真的是 車草的一個黑暗期啊 那我有曾經去過 看過這個福德一路啊 一百七十七項這個地方 如果把它擴寬 擴寬 因為一邊是我們巴德 一邊是我們八地的土地 一邊是新北市 那新北市那個朱局長 我曾經跟他講過了 因為 朱立倫朱市長也是我們 巴德人啊 跟他講他應該會幫我們的忙 因為一邊是我們 那個 新北市的土地 阿市長 福德一街 直接過去的時候 到新峰路 如果高速公路下來 大家走那裡的時候 第一選區的人 全部往那邊走的話 其實可以解決交通問題 這條路 市長你去過沒有 我知道 那個福德一路的一百七十七項 現況只有三公尺 那大概 一千百七十公尺左右 一邊我們新北市 一邊桃園市 那會刊的結論是說 兩邊的政府各自取得地主同意後 對 再來考慮這個工程師做 一邊是資源回收廠嗎 我也曾經去問他 新北市 已經取得新北市 新北市是沒有問題耶 新北市我跟他 他們還沒有取得土地的同意耶 沒有 新北市那是公有土地耶 那不是私人土地喔 好 如果新北 我想這樣 兩邊公務局來協商 我們桃園段我們取得 新北段他們取得 如果兩邊土地都已經達成取得以後 就來看工程師有哪邊來做 那這個會刊結論是各自去取得土地 其實市長我覺得這條路 你應該想辦法讓它擴寬 如果擴寬的話 真的可以解決我們整個巴德市的一個那個 這條路你要走過嗎 有我走過 你走過 雖然路很小 可是非常方便 直接從這裡就 從福德一路 一百七七項 直接過去 直接過去就到達了我們的新峰路 新峰路走去的地方 就是擴大都市計畫 就是那邊了嘛 所以這條路 這條路勢必一定要擴寬 對不對 好不好 再拜託一下 那後座 後座就是離合成牌那個地方 也是要擴寬 那還有我們中永街 四百二十四項 過寬也是能夠讓我們交通疏解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還有我們的河平路 沿平路 沿平路這條路 後面車頭 直接到我們的河牆路 市長我們這條路現在進行的如何 現在我們正在做那個 定線 定線 那定 大致上是兩公里 那應該是二十米 二十米寬 二十米寬 那工程跟土地 我們的預算編列都ok的嗎 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提議而已 因為這個預算蠻大的 初估要八點七億 那目前我們請市級的立法委員 正在跟營建署協商是否有可能支持這個計畫 因為這計畫比較大 八點七億 雖然短短的一段要八億多 所以 所以我們工程的定線好了 一個工程先設計 那我們預算取得才能做 那中央看能夠爭取到多少錢 那如果不足數 我們第四款再來編列 所以土地取得還是很重要的 沒錯 這條路有價值 但是呢 預算也相當高 所以剛剛講了 市長您對整個巴德市 做的工作很多 但是也希望說 在您的任內 八年的期間 可以做好 那我們整個巴德可以講說是 拖台換股 這條路我是認為說 應該是可以大幅解決 交流到桃園後站的交通 以後的包括 但是土地取得是比較難一點 有沒有拆到人家的房子 這一段拆的房子不多 應該如果定線完畢可以看一下 有拆到人家的房子嗎 有部分 然後第一期呢 要做這個區段 配合基06整體來去開發 所以我們會希望 第一期先來去開展會比較快 然後第一期就做到那個 國道2號這一段 到沿平路這一段 那二期是過了國道2號 又到我們的河牆路 如果沿平路能夠開發到我們的河牆路 高速公路下來其實 它有分三段 就是浮豐國中到國道2號這一段 用區段徵收 國道2號到河牆路 這第二段 河牆路再到河牆路 第三段 它有分三段 那我們前兩段要先做 假設說我們前沒辦法一次到位 八點七不能一次到位 至少這個第一期跟第二期要先做 那我想我們盡快完成 至少要做到河牆路 那個地方先通 好 市長 那個 我們的大南水上樂園 一段公司我們巴德的一個地標 那我想 市長您也非常用心 要把這個事情做好 那是不是 因為那個地方有20%是水利會的地 80%是那個老百姓的 所以要蓋章是很難 現在進行的如何 我們經過討論以後 我們優先發展下一個池塘 西坡的那個生態公園 因為大南水上樂園 包括它的淤泥整治 土地徵收等等 要花20億 這口池塘的成本 確實比較高 我們把它放在後面 大南水上樂園 如果把它做起來 是等於我們整個巴德市的一個地標 龍潭有一個大池 巴德也一個大池的話 恭喜來真的 我們西坡先把它完成 西坡完成後 包括東永街那邊的住戶 因為那邊肉地很多 西坡是比較411項 是比較屬於鄉下間地的地方 將來它可以從東永街出路 對啊 可是路很小 但是那邊的肉地比較大 所以那個會有 類似巴德蹄塘公園的效果 所以它不是只有大南里 大牆里 也包括大千里 大汗里都可以使用 所以西坡的蹄塘公園 我們優先把它做起來以後 我想前面這300多個地主 我們再來好好溝通 因為這口池塘 第一次在呂秀蓮當縣長的時候 它就是第一口蹄塘公園 那蓋章蓋不出來 蓋不出來 所以把那個經費放在 放到那個蹄塘公園下去做 對不對 這一次我們是跟那個 石門水利會 以及水利署合作 那西坡做制洪池 那我們水務局配合 把蹄塘公園的工程完成 那這個部分的工程也要一點預算 我們會編列在明年的預算裡面 所以讓西坡先做出來以後 大家再看一看 所以我相信 市長你有那個能力 而且你也是住在那邊的人 我想大家對你的相信力都很強 我想這個大南水上樂園 真的有需要也有這個必要 好不好 我專案來研究看有無克服的方法 好 那就謝謝了 市長您請坐 我請問一下交通局 居長您請坐 交通局 來 那個八德區 5月1號開始 現在就是脫掉車 要取締 違規取締 取締哪個地方 五月 八德區 它是部分路段 重點的就是 違規 我知道你五月1號開始取締 大中街 高層六街 高層七街 福國 北街 大字路 其實這個都是社區的地方 為什麼你選擇這些 廣風二路 仁德路 中層街 高層街 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 因為這是根據我們過去兩三年 這個脫掉的紀錄還有民眾的反應 認為這邊這個違規並排停車的情形比較嚴重 所以這邊我們來加強脫掉 主要是這個原因 加強脫掉 那我想這個加強脫掉當然是很好啊 但是我希望居長你交代下去 第一次用勸導的方式 用勸導的方式 不要再一次就跟我們打招 真的有時候真的很老民 那老百姓找我們等一下要講說我一下車而已 或是什麼 其實我們當民意代表也很辛苦 好不好 好 那最近 最近我們八德區建國路與中正路口 示範這個立體3D的行人道 鋪上止滑綠線鋪面 綠色 那真的做的是非常的不錯 你覺得呢 他這個視覺上看起來像立體 做了多少 正是在我們今年度的高科技的交通工程設施裡面去做 大概設個五六處這樣子 那學校門口有沒有做 學校門口其實這個3D 3D的那個紫滑綠色鋪面 我覺得這個在學校門口做是非常好的 他視覺效果非常好 非常好 那你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建國路跟中正路 為什麼不在學校門口呢 人形動線量體比較大 而且複雜的是我們來設置這個 對於交通安全是有會提升 我覺得這個的話 我跟你按一個讚 謝謝 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捷運地線啊 核定之後你 你執行旗程規劃怎麼樣 目前我們這個專案管理的部分已經在上網公告 預定是6月13號下個月13號會開標 所以呢 如果專案管理的廠商順利產生以後呢 我們會做4個月的工程設計招標的統包標的規劃 還有基本設計的修正 所以整個綠線工程啊 我們實質動工的部分 我們預估包括統包標招標等標等等 是 大約在明年的4月底5月初左右 這樣齁 好 那市長 我們的大宏里廣庭 廣庭一啊 行車廠 這個綠線有可能建集會所 可能嗎 大宏里這個齁 我們有研究過了 你有去會看過嗎 對不對 有會看也有研究過齁 是 那我請交通局先把那個法規說明一下 好 那我原則上還是希望那邊能夠建 好 你請說一下 因為這個里長還有里民齁 他們都非常期望 我們要改一個圖管規定啦 是 就是說他是停車場用地啦 那原來大宏里的里長跟里民的想法就是說 做一個像大治理這樣子的就可以了 對 但是沒辦法 那個是停車場啊 停車場用地 那我們 我請 我已經開過一個專欄協調會 好像是要修圖管的規定之後可以蓋 是不是這樣子 那個請湯局長說明一下 因為已經會議開完了 好局長你說明一下 因為 市長你請坐 用交通停車那個停車場用地啊 沒有辦法蓋全部的就是集會所 他一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是 他們交通的一些設施 那我們只有三分之一 但是現在我們為了要讓這個集會所用圖 他們聽說那邊停管的問題 他們好像需求沒那麼大 所以那邊大概要改一個圖管 改好以後 我們看看能不能有一部分變成機關用性 現在目前還沒有確定到底有沒有建集會所是不是 確定了沒有 現在還沒有辦法 那個修改圖管可以建 所以我們現在朝著這個方向來建 那原來的里長跟里民說 建一個臨時性的建築跟那個大治理一樣就好了 我想這樣子啦問題還是要解決 所以我們尋都計修圖管 讓這邊集會所可以興建 那這個案子已經協調完畢了 我們就按照這方式處理 那行政作業的時間呢 要一點時間沒關係 弄好以後 就算明年蓋也沒關係 最重要是要確定要蓋 確定會蓋就對了 確定會蓋在這邊 好那就謝謝市長 我想這裡人口數非常的多 如果能夠蓋的話 我們還可以等 好不好 就要你請坐 好 那 那個水務局 我曾經你在工作報告的時候 我曾經有問過你 13個區哪一個區最會淹水啊 居然是第一名是我們巴德區啊 以前颱風天的時候 我們都好高興喔 今天可以休息啊 現在想到颱風天 嚇死了 真的到處都淹水都求救 那巴德很多地方啊 淹水的地方 期待我們改善的工程 那在那個工作報告的時候 我有曾經跟居然你講過 我們內牆裡啊 懷德街國防大學分流的工程 你做了沒啊 我們現在正在施工 有嗎 沒有啊 我們現在正在已經發包 發包還沒有施工吧 對還沒有施工 還沒有齁 那目前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的地方喔 建售路二段啊 685項的那個 那個排水工程啊 這個大信裡啊 做了沒發包了沒 我們現在正在設計 還在設計 是 那要多久 今年應該就會來施工 這個這個我來說明一下 這個是以前 市長你很厲害齁 都懂 這個 有立委去勘察 選舉前那些承諾了 那後來就沒當選了嘛 是 是我們市政府接手把它完成了 是 因為當時也沒找我們去看啊 現在 現在我們有做嗎 我想不關上勘察啦 主要那個社區喔 松柏林社區需要排水重做啦 那我們市政府就把這責任單起來 那設計完成後就發包 有經費嗎 有經費嗎 我們會來處理 這個 這一段 目前還沒有著落就對了是不是 沒有這個經費 685項啊 那個松柏林 685項這有經費 828萬 那現在就是說 已經要發包要進場要施工 已經有了 685項這個有經費 有經費了齁 好 那 還有我們桃英路啊 桃英路洪福巷到興隆街這個 排水改善工程 大明街這個地方齁 也是淹水很多 那也感謝我們 其實我們的公務局長還有 那個我們的那個劉局長 也都到現場去看過齁 但是還要三年的時間啦 那老百姓還要等三年啦 因為我們這個排水要排到新北市去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要排到那個大 東門溪啊 東門溪 東門溪然後再往新北市去嘛 關鍵是東門溪那邊銜接的那個 那有做嗎 現在正在規劃中 規劃中喔 要規多久啊 颱風季節快到了 對不對 是不是 不好意思這一段的話 我們現在已經在要做一個湘海 那我們會大概有五十米 我們會把它做好以後會排到這個東門溪 那可以解決這一部分交界的這個淹水問題 尤其是這個高層區啊 高層社區啊 高層每次只要颱風來就一定淹水 那本溪曾經到下水道去看過齁 因為那個湘寒啊 湘口很大 那湘管很小 那本來原本說鐵路地下化的話再來做 那些鐵路地下化還要打一個問號 還沒辦法 那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高層社區這個地方啊 高層九屆這個地方啊 那個我們局長你曾經有去看過嗎 是 這個地方啊 淹水非常嚴重啊 你去過沒 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說 是沿著這個鐵路的 我們藉由這個台鐵的這個 旁邊的土地 我們會做一個平行的一個湘海 其實有機會 那個局長你要過去看一下 我們這個已經有在設計 三千一百多萬已經在設計 一百多萬要做什麼 對不對 那個湘寒管啊 我曾經到這個下水道裡面 我自己本身下去看 是是是 他的口很大 然後到那個水集中到下面的時候 那個管很小 當然淹水嘛 這個真的是一定要在近期裡面改善的 有機會的話局長你下去看看 我下去看過了 真的這個地方為什麼會淹水 因為找出來 高層只要下大雨 只要做颱風 一定淹水啊 那原本是想說 地下化的時候 可以把它那個湘寒挖深一點 但是好像有點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所以這個地區真的是有點巴德 我們這一部分的話可以就報告 局長 市長住哪裡 我們就是沿著這個 局長我問你市長住哪裡 巴德啊 對啊 那你沒有用心做在淹水啊 尤其是和平路啊 那惠爾康那邊啊 有一次淹水淹到大腿上面來 那市長加淹水你的 你的帽子就不見了 不是市長加淹水他帽子不見了 巴德的淹水的路段 剛剛那個局長有特別說 總共我們要投資一億七千多萬 要做十幾個工程 那有的預算有到位 有的還沒到位 但有的設計完成在發包中 有的在施工中 我想一件一件 因為有的其實我們沒有 沒有帶議員去勘察 那我希望水務局呢 把這個巴德的重要的排水的計畫 讓議員真實的了解 是啊其實巴德會淹水 其實真的很擔心 會淹水地方都很固定 以前不會淹水 因為擴大都市計畫 他地勢比較高 舊的社區比較低 所以哇下雨的話 只要下雨就淹水 所以真的市長也是要用心一點 不管是巴德或其他地方 會淹水的路段跟地區 我們該做的排水工程 或者是分流的工程 我們就一個一個把它做完 那就算一年做不完 我們分年把它做完 好我想也希望說市長多關心一下巴德的建設 請坐 那個稅務局 最近我們現在是房屋稅正在課徵 那很多人接到稅單 知道的人知道 不知道的人不知道 有很多人 去年是1.5% 對不對 三間房子以上的人 房屋稅是扣1.5% 但是今年收到的稅單 有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有的已經悄悄被人扣2.4% 我想市長你應該呼籲一下 讓我們所有桃園市民知道 甚至本席自己看到稅單說 奇怪去年只有這樣子 今年怎麼變那麼多 但是 宣導的有很多房子的人 其實有一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說這個房子 他的權利不知道 所以市長是不是呼籲一下 讓我們桃園市民知道 第三間 第三間開始就2.4%的稅金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你可不可以剩30秒的時間 解釋一下是怎樣 不然的話 讓老百姓沒有趕快去申訴的話 到時候又要退費 我想申訴也是非常麻煩 局長您請解釋一下 夫妻跟未成年的子女 如果住家用的房屋 在3戶以上的話 就要必須到我們稅務局來申報 到底是哪3戶用1.2%的製作用 超過3戶以上的 是哪幾戶要用2.4% 如果沒有來申請 對 如果沒有來申請的話 我們會加強的主導 謝謝 時間到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周毅群議員提示總諮詢 40分請開始 謝謝 謝謝主席 市長副市長各局處首長 各位媒體 我們小姐先生們還有聯絡員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有點小感冒 所以雖然不舒服還是要講一講 那我請問市長 就任這個是第三個會期了 也一年半了 也很快 時間過得真快 那我今天 因為就任就是快要過半了 我就和你談一談楊梅未來的建設 就像說第一個 我們前幾天 我看到報紙 看到媒體在報導 就是說 我們未來的交通部長 那個陳部長 接受媒體的採訪 他特別強調說 不必要的建設不用再做 省下水泥錢 還有挖隧道的工程費用 那當時記者就追問我們的部長 說桃園鐵路地下化 是不是還會繼續做下去 他就反問記者說 你認為對地方繁榮有幫助嗎 那好像是說 我們做這個鐵路地下化 對我們桃園地方的繁榮好像沒有什麼幫助 那請問市長 您對交通部長 未來的交通部長這種說法 您有什麼看法 謝謝玉琴議員的執行 那我想你跟那個 我們的淑貞議員一樣 都是很關心在地的建設 那麼 我有直接打電話給賀承擔部長 那跟他討論 他說他沒有預設立場 他也沒有反對桃園鐵路地下化 那那個記者寫 記者問這樣子他沒有回答 他說要不評論個案 那我告訴他說 鐵路地下化的出省副省交通部已經在做了 那520之後新政府可以就經費的分攤來協商 那我會跟新政府包括國發會 包括主計處好好來商量 所以他們 而且後來我也跟蔡總統親自通上了電話 那麼蔡總統是表示說 那麼新政府並沒有反對桃園鐵路的地下化 那麼只是說在審查過程 該走的程序 我們要一樣一樣的把它走完 包括工程技術 包括財務計畫 我告訴蔡總統說 鐵路地下化是 目前啊台北新北 台南高雄 新竹市都地下化 那只有台中是高架化 那台中它兩邊有50米到80米的零零大道 桃園沒有 那原來租縣長的時代 所以我也覺得蔡總統她也說 她是新政府會 最會傾聽民意的一個政府 對不對 她知道我們的需求 那原來租縣長的時代 鐵路高架化是有60米零零大道 後來因為要徵收4000多間的房子 執行不下去 才改地下化 吳縣長就把那個零零大道取消 可是一取消之後 我們桃園到中壘間 那麼狹隘的空間 要開出一條高架鐵路 那我想對噪音或市容警官影響太大 所以我們才這個基礎 已經沒有辦法做高架化 我們才希望用地下化 所以我也期待市長 無論遭遇任何困難 我們都要堅持下去 沒有錯 全力以赴好不好 而且我會希望 不要說只到中壘 拜託 一定要到楊梅 好不好 不要說這個 以前的舊建設 一定要拜託你 我知道你是最有能力的市長 好不好 新政府蔡總統也是你的好朋友 拜託多爭取一些經費回來 以後我會跟台鐵好好商量 不要忘了楊梅 不要忘了楊梅 對 還有喔 不要虧欠我們楊梅好不好 還有我們楊梅的體育園區 究竟蓋不蓋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早在升格之前 我們就編了12億的土地徵收經費 那我們新政府成立以後 又做了一個體育局 體育局就是要蓋這些場館的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一直延到現在 都還沒有聽到樓聲響 現在正在辦土地徵收 我跟議員報告 沒有啊 地震局說他沒有收到我們體育局的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升格前只有編列 12億了 沒有沒有 是到了我們上任後 才編到12億 現在12億的預算到位 今年又編列了5000萬的工程設計費 所以有12億5000萬 那我們把它分做平地的部分 先做第一期 那目前正在進行土地徵收的一些準備工作 因為它規定要辦公聽會 你現在公聽會都還沒開耶 這個部分應該有進度 我想請那個 那你要幫我吹吹看好不好 體育園區的進度 我會請我們那個 改天改天再給你講 跟體育局 因為你也帶口罩 專案跟那個州議員說明一下 那我們也找個時間到揚梅區公所 去說明一下體育園區的開發進度 其實以前舊政府它規劃的時候 是說107年的時候 台北市舉辦世界大學運動會 可以當副場地 那我看我們市政府這邊 也爭取108年的全運會在桃園 那我也希望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體育園區也可以派上用場 那希望我們體育局加緊腳步好不好 108年度可以看得到 當我們全運會在桃園的時候 可以當一個競賽的場地嗎 可以嗎 那個時間還不一定會完工 還不一定會 因為我們預定的時間表 那麼體育園區的第一期開發的公聽會 是在今年的5月12號要開 那7月再開第二次公聽會 那11月辦理協議架構 那106年就是明年的上半年 會把土地徵收計畫報給內政部審議 因為土徵程序就是要走完 這是要一些程序 對我們走完以後 土地取得我們今年先做設計 對 設計圖好了以後 土地取得就發包 那這多拜託 時間我想體育局針對這個事情 還是要加快速度 因為12億5000萬已經到位了 沒有理由說我們腳步就是要放快 不要換了一個局長 你這個腳步就慢下來了 好不好 要和市長一樣跑得很快 好不好 才會拿第一要 能夠縮短時程要盡量縮短 希望我也期到說我們體育園區一定要做 不要說變成那個好像第二個台北的巨蛋一樣 被人家遺忘那就不好了 既然有編這個錢 市長有願意推 局長這邊就要加緊腳步 好 局長請坐下 那市長我們最關心的就是 舊的建設就是陽梅圖書館 它變更好了嗎 都處理好了 應該五月 我這個月應該要去辦一個動工說明會 因為之前已經辦過動工典禮 我印象中是排在五月十二號 也是五月十二號 要陽梅圖書分館跟這個集會所 紅梅集會所 我們預定十二號辦動工說明會 因為之前說要建五層樓 現在改三層樓 都弄好了 我們都OK 全部都改好了 我們都接受 只是我們舊的那個活動中心 拆了一兩年了 造成李明相當生活上的不便利 很多社團在那邊練唱歌跳舞運動也好 都很不方便 然後我請教市長 雖然是圖書館對不對 那也有一些 還有做規劃一些楊梅里集會所 紅梅里集會所 對不對 那集會所呢 我也希望能夠給當地的居民去使用 可以吧 可以 那個就要快一點 我想我也看到我們市長真的是 有看見楊梅仁的一個權益 這個一定要做的 否則罵都不是罵我而已 他是罵市長 為什麼新上任市長把這個案子推翻 然後延宕了一兩年 這是沒有辦法 因為要變更 我常常有在幫忙解釋 可是李明是 鄉親是不知道的 好不好 我們不要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開工說明會以後 大家就看得到進度了 OK 不要為了這個事情被扣分 然後我也有 現在 之前講的都是以前就規劃好的 現在講的就是我們市長上任以後 那個 你特別編了一個預算 第一個就是陽光多功能活動中心 那你在去年的12月10號 也到陽光國中小去看過了對不對 那我們還有一起合照 然後呢 你說你上任後就編列五年十五億的計畫 讓學校興建活動中心 這個是很好 然後當天呢 你在很多家長的面前呢 馬上滿口答應說 這給合訂給學校的經費是 一億兩千七百萬 那曾幾何時過了五個月而已 那我們好像教育局吧 就到學校去看一下 就去審查的時候 就把總面積呢 本來是四千平方公尺的 改為兩千七百平方公尺 然後經費呢也是從一千 一億兩千七百萬 變成了八千五百萬 所以呢 整個活動中心也都縮水了 那去年你在 就是在很多的家長啦 還有我們的面前 都以新聞稿也發了 說這個經費一定會到位 為什麼這個時候又要被刪 市長 那個我們會刊任何一個案子 都是寫暫框列 因為那個 什麼東西 我們去看喔 因為工程設計的量體要多大 以及經費的合理性 像有的有的校長 他當場就說要三億 那我說這個叫暫框列 要以實質審查為準 不是市長我和你講喔 有的學校 因為他也還沒有經過審查 有的學校腹地很窄 他蓋小一點是沒有關係 我們陽光國中小腹地是蠻大的 尤其是我們體育園區喔 就在附近 體育園區都還沒有辦法 馬上蓋嘛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蓋好 他是在體育園區旁邊 先利用啊對不對 那個 不要再刪經費了啦 那給陽梅都沒有做什麼 不是要以實際的需求 補書館五樓改三樓 這個要四千平方公尺改兩千七百 我們藝座做一個說明 都一直在說陽梅的建設 在簡縮 我們主要是考量學生的數量 我們實質支持啦 這沒有簡縮 因為如果需要五億就給五億 需要一億就給一億 我們需要一億兩千七百萬 他當時用嘴巴講的啊 沒有啦 那時候工程表都列好了 那個都是戰列 所以當時我們就說 以實際審查為準 那個我還是請高舉長說明一下 如果真的有需要增加 我們就增加 那跟藝座做一個說明 那個陽光國中小 我們是考量他現在實際 學生是五十七班 那是總量管制的學校耶 他學生人數還是特務 他現在還是五十七班 一千七百五十人左右 所以按照這個規模 我們合給其他學校 基本上是基座的面積是 一千六百平方米就夠了 那最近我們要求學校修正 學校修正在五月三號有提出來 他們是總樓地板面積 已經達到三千五百一十五點三一平方公尺 那我想這個量體應該非常的足夠 那專家學者的意見也是認為說已經非常足夠了 那你經費會給多少 學校現在報上來修正以後 報上來是將近一億 那你會給一億嗎市長 沒有以實際審查如果說 一億審查會過嗎局長 這個由教育局來審查 這還是要經過再審查 第二次基本設計審查的情況 才能夠知道 我想這樣子啊 我們支持這個計畫 它合理的量體 合理的預算 我們不會打折扣 但是不是以說 會堪的時候 任何需要佔框列 像有的學校一框他說 報告市長 我這個學校需要三億 那這個我不可能用嘴巴答應 我說這進入實質審查 這個工程要做 量體多少 預算多少 進入教育局的審查會 希望能夠幫助我們學校 好不好 不要動不動就刪他們的預算 我覺得我們也要有一個 也要有一個立場 因為我們家長會給我們的壓力也很大 對不對 這種情況 我們反而要跟家長會說明 就是說 學校合理的量體 不是說越大越好 錢越多越好 我覺得這樣的 不是 我們有做一些 他們跆拳道也都是拿金牌的 他們跆拳道館那些 你都把它刪掉了 沒有 跆拳道訓練教室有保留 有啊 你也少掉很多 那個 那個到時候 他的需求一定會滿足 我們請教育局來支持 拜託 教育局要多支持 目前的量體應該是足夠 跟義作做一個說明 這個總樓板面積有增加 你經費就一定要增加 好不好 不要做得太陽春 好不好 OK 謝謝 請坐下 然後請教市長 之前你說我們揚梅的親子館要蓋在 還沒 蓋在吉乳站這邊對不對 那後來 這個後來看查過不適合 不適合 那現在要改在哪裡啊 這個揚梅的親子館 原本確實是要蓋在吉乳站 有這個提議 這是揚梅區公所提議的 結果我們經過現場會看後 覺得不適合 要另外選長子 選到了嗎 那我也陪你看過好幾個地方啊 第一個是永陽什麼 永陽多功能中和系 永陽多功能 那是選定這個位置 還是在雙榮里那邊 兒八公園那邊 到底是要在哪裡 因為你們提了三個案子 所以我們老老百姓也不知道 連我都給你們搞混了 到底要在吉乳站呢 那個吉乳站案子已經放棄了 那還是在雙榮那邊 雙榮兒八公園裡面 雙榮那個是 其實是要蓋成集會所 那當時是因為兒童公園的關係 所以我們 我們原本是設計成說 親子館的型態的集會所 所以目前揚梅我們還是要蓋另外一個 在揚梅市區的親子館 其實只有吉乳站放棄 那就在永陽重化區那邊 永陽應該是蓋公託中心吧 對 公託中心 永陽是要蓋公託中心 所以我們親子館會另外選一個地方 另外再選一個地方 對 好 那就 因為吉乳站那個位置不適合 那個位置已經看過 好 那個就不打算了 那我們就可以稍微 因為漏水了 拜託給點經費修一修 好 這個可以 永陽那也不是親子館 那個要設個公託中心 都是蓋活動中心 那親子館我們局長 你預計要蓋在哪裡 現在就正在找尋 包括看是不是農會 或者其他任何可以使用的空間 我們都可以來考慮 農會有喔 他有一層樓是空著喔 可以用喔 是的 我們也請這個農業局來協助 農會第三層樓應該是空著 現在我們有一部分親子館 確實是要跟農會合作 因為農會確實有一些閒置空間 那是適當的市區啦 很適當喔 那再拜託啦 希望趕快做 市長你的計畫我們都支持 要到位 不要都沒有編到經費 那就不好了 好不好 好 謝謝 接下來講一下喔 那個公車八公里免費 為什麼不會規劃到楊梅啊 什麼 只有中立到桃園而已啊 不是 我們在今年的十月到十二月呢 我們是先從幹線公車 桃園到 楊梅到龜山 301線公車也是幹線公車耶 我想 楊梅到中立也很遠耶 我們地下化又沒有辦法到 我們坐個公車都不行喔 免費公車給楊梅沾點光不行嗎 八公里免費的啊 我想這個我們可以 重新根據運量的需求 我們可以來重新檢討 這一定有需求的嘛 只要運量夠 我想我們可以接受了 好不好 會不會做 會 我們先從 因為這以前也是 我們市長選舉的時候的一個政見耶 對不對 這個八公里免費公車 我的看法是 要逐步來從市辦到推行 市辦就從楊梅開始嘛 市辦喔 市辦是要開發電子票證 他們看到報紙才說 怎麼只有中立到桃園 我們楊梅不是人嗎 現在在市辦而已 市辦是要開發電子票證用的 市辦的區域跟路線 讓交通局來決定 交通局已經辦了16個月了 應該也規劃完成了吧 電子票還要規劃 而且要看實際的使用情況 因為市長換你講 你做一些建設 都要一年半載才看得到 你這個八公里免費市民公車 你做好市民馬上就看得到 我們市長滕愛陽梅區的市民 不是嗎 那個台一線 台一線有從陽梅到龜山 那這個部分我請交通局 真的要納入 是否要納入 由交通局來決定 今天沒有聲音 還在一直要求 對不對 這有那麼難嗎 不過重點不在市辦 市辦只是要開發電子票證方便 市辦就給陽梅一個點 人家就把你市長按一個讚 對不對 不要什麼都忘記陽梅 我們來檢討看看 如果是客運業等等 都能配合我們盡量把它拿進來 台一的幹線公車試辦 我想無論如何請交通局弄到陽梅 謝謝 這個就會拍拍手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陽梅有一個3.7公頃的公園 叫做和平公園在上田裡 那是比較偏僻 以前是一個公墓 後來給它改為公園 這個因為一般是公墓 到底人要去走動 都是毛毛的 心裡都會毛毛的 希望這個公園是誰在辦的 公務局吧 公務局為什麼要做著 這個OK嗎 和平公園要變成人氣公園 你要給它怎樣變成人氣公園 這個初步 那個公所已經有辦了初步的環境清理 那我們下一步呢 就會來了解現場的這個職災 因為職災需要時間 所以我想我們職災應該是 了解現場的狀況之後 對啊 它有規劃很多 有清水戶案 有生態資 還有戶外表演廣場等等 其實我也要拜託市長 以後辦活動多到這個點來辦 對不對 要熱鬧一點 不要說那是公墓地區 沒有人敢去走動走動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那個 桃園要賞櫻花 每次都要到陽明山 其實陽梅 這個3.7公頃的種些櫻花 我想做觀光行銷也很好 對不對 不只陽梅 陽梅人可以看得到 桃園人 甚至台灣 大家都可以來這邊看櫻花 我們那邊的李明都希望說 廣植櫻花在那邊 好不好 好 那個上田裡的和平公園 它是公墓改建的公園 那確實也比較缺乏設施 那我找個時間 找農業局跟公務局看一下 那是否有可能職災櫻花 能夠讓這個環境的親近性高一點 那質詢過後 疫情也邀請市長 一起來去視察一下 好 好不好 好 種一下櫻花 如果說這個成為台灣地區的一個 觀光旅遊的一個景點 這也是很不錯的 我們那偏僻的小鎮 總是要多人去走動走動 把這個 說以前是公墓 讓大家遺忘掉 好不好 好 目前其實 這是現況 看都光凸凸的 沒有 我們這個公園改建的計畫 也有4千萬的經費 那好像目前的那個 進度還沒有全部完成 還沒 快要完成了 今年 如果真的職災不夠的話 我想我們來進行二期工程 讓這個種櫻花 種樹 能夠多一點 因為大家鄉親覺得說 我們看花不用跑到台北去 也不用跑到復興鄉 至少陽梅就有一個景點 那邊的風不會那麼的大 真的是適合種櫻花 然後請坐 我們一段時間來安排 和平公園的監察 我們安排市長 這個公務局局長要記得 幫我特別寫一下 市長要去視察一下 因為我知道市長有過去的話 就會帶錢過去 讓我們覺得很高興 然後呢 市長 我們最近有些里長 就接到一個公文 說里的戶數不足 500戶啊 就要被廢掉是嗎 就要被合併是嗎 這個沒有 這個是規定那個請 我請湯局長來完整說明一下 湯局長 好了 湯局長我和你講 那就是我們的楊江里 楊江里 楊江里他最早呢 他的服務員是最廣的 他被分為楊梅里 我做的是楊梅里 還有被分為梅心里 他是先分為紅梅里和楊梅里分出來 後來呢 人口又很多 因為他是市中心 又分一個梅心里出去了 所以他是老字號的里 可是現在就是 尼菩薩過疆 自身難保 要被你裁撤掉 被你合併掉 我想那個 500戶的部分 那個只是提醒而已 提醒喔 提醒就是 提醒里長也做不到說 我馬上給他 但是那個部分 給他達到500戶啊 對不對 我們還會做調整 還會做調整 我們市政府有這個機制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要多層面的考量啊 不要一張公文下去 就把里長下了要死 對不對 我們會慎重的去聽里長 這個 這個是我們上次通過的 那個分禮的原則啦 那但是呢也有彈性 也會尊重地方的 傳統跟居民意願 不會驟然把一個禮廢掉 或合併掉 不要動不動就說要合併 那你可以找說其他里的 給他合併 其他里各個提部 這個在我們議會有討論過 那個分禮原則 議會有通過 但是他也有彈性 他有彈性說 他要尊重地方的傳統 市政府要下去協調吧 也會協調 對不對 不要說讓里長一個人在擔心 要報也是由區公所承報上來 因為有和妳講喔 有的里民喔 我是住楊梅里 我就不希望我 本來是楊梅里的 我又被分到去變成楊江里 有的里民是不願意的 所以我們這邊 局長這邊要去做多考量一下 聽聽地方 林長啦這些 聽他們的意見 居民假如說你真的要被牽去某個里的話 聽聽他們的意見 如果地方都不同意 或者是他們希望保留地方的傳統 對 我們也會尊重 尊重喔 謝謝市長 楊江里的問題 請那個議員跟里長跟里民說明 OK 好 謝謝 接下來 那個 好 局長請坐下 我們市長 那我們楊梅區的辦公廳 主體建築物已經有60年了 那我們的區長好像有提一個規劃費用 希望今年編喔 希望我們楊梅公所可以改建 市長知道這個訊息嗎 有 那個區公所目前正在規劃說 就地改建的方案 就地改建的方案 對 那我請區公所就 因為它已經60年確實比較老舊 確實是老了 那但是因為裡面 它要臨接台一線 所以要把幾棟房子 要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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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價要談好來 對不對 所以我請他去評估說 這個時程跟這個工 要先把這個徵收掉才能規劃 以前都有做那個 就是可行性評估 大家都還是覺得在原地改建最好 因為大家的習慣吧 但是我們希望讓楊梅的這個區公所 能夠臨接到台一線 那這樣的話 不管前面後面 視野跟交通會比較好一點 我也是這麼覺得 那其中加油站呢 加油站要叫他牽走嗎 沒有 他的方案沒有叫加油站牽走 沒有叫加油站牽走 OK 就是0的幾戶 他就臨接那個好像是3戶 還是4戶 還有台一線的部分要辦理徵收 對 那整個新的園區呢 可以做整體規劃 好 市長 你也常到楊梅嘛 你記得你選舉的時候 最常去楊梅哪裡拜票啊 每個地方都常去啊 哪裡 傳統市場吧 人才會多啊 傳統市場是每次都會去的啦 都會去啊 那你有沒有抬頭看看 我們的市場多麼的老舊啊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升格以後市場科工作很重的原因 二十幾個傳統市場 每個都要求更新 喔 楊梅的是最老了 比我們家的祖母都還要老了 這個我想 你看我們這是第一公有 零售市場的屋頂 這個是第一公有 第二公有零售市場的一個電線 這個是大城公有零售市場的一個店鋪 第一第二跟大城三個 對對都在市中心 我們原來有編列了四千多萬的改善經費 但是楊梅地方的民意希望 這個70歲了還要去拉皮 拉什麼皮啊 再拉也是皺皺的啊 也是不像啊 對不對 四千萬做規劃整建比較好吧 我們有請楊梅區公所 舊重建方案 徵集地方的民意 所以一二楊梅第一 第二跟大城市場 那麼如果四千萬去改善 如果這個效益不高的話 我們會選擇一個來改建 那經發局也是傾向於說 把預算統籌起來做一個這樣的運用 不要再關那四千萬真的是浪費 張局長來說明一下好嗎 沒有我先講一下啦 好 我們第一市場是民國三十八年就建了 那你看我們那時候我們的 在座的我們都還沒有出生吧 那有106攤 現在也是沒有那麼多攤了啦 那也很多攤位沒有人做 那第二市場是民國四十八年建的 那現在營業攤也大概是十攤而已 那大城市場是五十六年建的 那也沒有攤位在營業 那三座市場都是六七十年的老建物 也沒有死罩也沒有消防設備 也沒有符合現代的一個法規啦 所以呢市長 建議將這個三座市場 你其中建議做就好了 其他的改做社會住宅 原來的方案是一二市場跟大城市場 有編了四千五百八十五萬 做那個整修跟消防設備更新 那後來地方上的報告議員的建議說 以這個量體來說 選一座來改建成新市市場 是比較有價值 那我們目前金發局請揚美區公所 把地方建整合好 要改建哪一座做優先選項 我們會來把這預算挪到這個方案來 因為你也去揚美老街市場走過嘛對不對 真的是很老舊 道路也不平啊市場裡面喔對不對 然後漏水啦 這兩個市場改建計畫 跟揚美的新的行政大樓的計畫 一起來規劃好不好 我兩個會一起把他考慮進來 謝謝喔 謝謝市長幫忙喔 這個一定要你允許喔 我想我們市政府 現在一年都一千多億的預算喔 給揚美這點經費應該算 還算是可以 雖然一年沒有編組 也可以兩年來編組吧對不對 其實揚美給的預算很多 非常多 我覺得巴得的比較好耶 沒有那個每個地方都不能偏費啦 那揚美確實以前建設比較少 我們正在加強 因為這個都是市場改建 新的行政大樓 這都是新的 那包括揚美體育園區要花那麼多錢喔 也是我們 其實我上任第一年就編了7億 今年又編5千萬 所以這個12億5千萬已經到位喔 我們要趕快加緊速度 所以我們揚美市民常愛說 市長疼我們 而且又是一個很勤勞的市長 哪裡都可以看到你 對啊 大家對在你 在鄉親的心目中 你的位階都是最高的喔 謝謝 你看你到揚美大家都真的要和你合照 不是嗎 所以要對揚美好一點喔 好 請教市長喔 我們 國立桃園農工還有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喔 對 在去年12月29日喔 在桃園農工簽署台電機電班產學合作計畫 他是說要為了落實多元入學就進入學喔 所以呢 就業也可以無縫接軌喔 這就是他會展開三年的合作案 也就是說105學年度呢 他開始辦理三年預計招生呢 一班是一班生 一班而已 一個班40個學生 對 台電專班 那大家都可以去報名嗎 台電有訂了一個範圍 對啊 為什麼要訂一個範圍呢 他好像是根據什麼回饋區的範圍 這個是台電訂的 不是我們訂的 其實市長你要去爭取啊 他訂喔 只有哪裡 盧竹大園新屋觀音可以去讀啊 那選舉的時候 我楊梅新屋觀音大園是同一區耶 為什麼讀漏楊梅啊 對不對 沒有 他 我們楊梅人也很想讀這個專班啊 我們也會爬電竿啊 不是嗎 不只是楊梅啦 你要做全區的市長 中 這不是我訂的 這個是去年 那你要去爭取啊 這個是台電主動跟陶農 你要讓他講 我們選舉楊梅要大園新屋觀音的同一區 你這個建議不錯 我們市政府希望他的台電專班 全桃園市都可以報 我們來協調 但是因為桃農現在是台北科大的附屬高中 那台電也是中央單位 我們地方政府當然希望他 你有那麼多立委耶 好 這個我們來協調看看 那麼多立委耶 對不對 你不要選舉就把楊梅 分在大園新屋觀音這邊一起 那我有回饋 什麼都沒有 這不是怪怪的嗎 台電是把他的回饋區 給他優先的台電專班 那我們的看法是說 要回饋整個桃園市 這個 因為這個區域的差別 選舉的時候就畫同一區 回饋 楊梅 你像說要回饋 楊梅也可以回饋啊 對不對 這個不是這麼講的 不要說這個你要選區一樣的話 你就大家一起回饋 不是 他這個用的預算是經濟部針對 電廠附近的回饋金的計畫來回饋的 我想這樣子 因為這個台電專班 其實老實講 因為他預算來源是經濟部 所以他這樣處理 我覺得我們教育局來跟這個 立委幫忙溝通一下 找一下立委說 這個台電專班 是不是以桃園市做範圍 一定要用區域做範圍 要用區域 那幾個區 那尤其是楊梅不是最倒楣 沒有沒有 他不是只有漏掉楊梅 他只有列幾個區 他回饋只有爐竹大園觀音新路 對 對啊 可是我們選舉的時候 選區又畫了楊梅 楊梅和你們是同一區 不是 他是用電廠的回饋區 因為我們楊梅沒有設電廠 對 跟易作說明 因為台電還有在中區跟南區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班 可是他們的回饋區都是有限的 不是說全面性的開放 他在台中沙路那邊 他的中區的那個台電班 他全台灣都這樣做 北中南都是以回饋 電廠回饋區做範圍 但是我覺得 我們還是反應一下 對啊 反應一下 至少桃園沒有辦法全區的話 楊梅也要納入 不是 他台電是每個地方 都以他的電廠回饋區為範圍 包括在台中做的 南部做的都這樣子 我們現在要改變台電的政策 不是獨肉楊梅是 他是以回饋區做範圍 好 還有 好 局長請坐下 市長我請教你 就是說我們桃園 從台電或者機場 收取很多回饋金 很多補助款 對不對 我覺得這應該都納入公庫 一起來做地方建設 像觀音 像大陸沙塵暴 塵蠻也好 他也會 我們台灣也會受影響 其實不一定說 觀音那邊才會受影響 楊梅也會受影響 尤其是機場的回饋金 我們楊梅的原本裡 那航道都在原本裡上面 那個屋頂上面 都很長 一點回饋金也沒有 對不對 回饋區的噪音管制區 跟回饋區的劃定 是民航局做噪音的監測 這楊梅也很吵 沒關係去測測看 他說楊梅的原本裡 好像也是 改天在原本裡 請看看就知道了 請省局長看看 跟那個民航局反應 下一次劃定這個噪音線的時候 測測看 OK 那再拜託了 那我這張圖表就是說 我們楊梅的瑞斯大橋 鋼梁大橋嘛對不對 也才建好沒多久 可是呢 這個都會被一些貨櫃車 那個都撞壞掉 也撞很久沒修 都沒有修 然後每次叫修要很久 因為這個應該是什麼尺寸啊 什麼的規格問題 那很很就是說 那貨櫃車啊 因為這是四線道 四線道 所以貨櫃車會在那邊 掉頭你知道嗎 一掉頭就把這個欄杆 撞壞掉 那不小心還掉在河裡面了 那下面有人種田耶 真的很可怕喔 所以我也建議啦 那設那個島館也是沒有用喔 是不是可以改為中間做個什麼分隔島 讓他不要在那邊迴轉啊 還是專個什麼監視器啊 對不對 請高局長跟管局長來看一下 我看你們可能要到現場去看一看 那里長叫我一定要講 我們來現場了解 之後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來會看一次 中間做個分隔島還是怎樣 不要說貨櫃車連結車都在那邊迴轉 對不對 因為那邊就有一個貨櫃場 他懶得掉頭啊 了得走很遠 就在那橋上大迴轉 然後都把這橋的那些都弄壞掉 這是公務嘛對不對 然後也沒監視器 抓不到人啊 半夜三更的 這條路是什麼路 瑞絲大橋耶 就是瑞平路要到梅絲路那個中間 三明水秀 改天帶市長去看一下 請公務局跟交通局現場看一下 那大貨車迴轉的問題 會造成交通的一個重大的影響 那是否那邊不能迴轉 要現場看再來決定 對啊 可是那個半夜三更的 那都是晚上啊 白天他可能就不敢 白天車子多啊 晚上車輛少啊 他就在那邊迴轉 否則你警察局就幫我裝個監視器吧 對不對 讓我們好抓 罪魁禍首是誰啊 否則就一本萬利的話 就中間弄個什麼 讓他不能迴轉 我想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好不好 拜託多幫忙 公務局交通局警察局 市長拜託 謝謝 謝謝市長 還有幾分鐘 請教一下 現在蓋農舍那麼難嗎 農舍興建管理辦法是農委會定的 有特別規定嘛對不對 現在他把難度提高了 去年9月到現在 你有核發過一張農舍證明嗎 讓都發局來說明 跟議員報告 其實現在申請的農舍真正的難 在申請建造程序上是跟從前一樣 但是他現在對這個規則 就定了 就是在你要取得這個農業執照的許可 要興建許可之前的那些證明 那比較複雜 農發條例裡面把它嚴格化 以前管地不管人 現在要管人 他要有農民身份 或者實際從事農耕 或要農場進行計畫書 是前面這個程序難 不是建造難 是主要好 市長講對了 就是說你種的水稻要買賣 種的蔬菜要買賣 我不賣不行嗎 像種菜我分給朋友吃 那你又要真的賣了兩年菜 才可以發給一個農舍的證明 他現在變成管地也管人了 管地也管人 我們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你一定要推一個解決的辦法 否則你的案件一定堆積如山 對不對 大家都送進來 然後你就不合啊 這個是中央的法規 農地興建管理辦法 那他的目的就是要限縮 目前整個農委會的政策走向 是朝向著對農社的興建 採取更嚴格的規範 因為那些農民寫給我說 議員幫忙 拜託市長 幫助桃園在地從事農耕的農民 在自由農地上完成居住 還有耕種的權利 如果是確實是農民 其實申請也不難 他是確實是農民 可是你要寫那個經營計畫書 就寫不出來啊 那農業局要怎麼審 農業局的 到時候請這樣子 既有的法規 只要是實際從事農耕的農民 那如果這些範本的簡化 我請農業局盡量 其實我已經開過會了 我已經盡量讓那程序 有開過會了嗎 我內部已經開過會 已經把程序簡化了 簡化到 比別的縣市更簡單 那如果有範本的話 請那個申請者 盡量的參考範本 範本要在哪裡呢 都發局啊 在農業局 這個是虛格在農業局 我跟議員報告 你只要有實際從事農作 他是一個表格化的 就是你上面去勾選 可是他要你販售啊 他要你有買賣啊 我就是沒有那個買賣行為啊 你知道嗎 我種自己吃不行嗎 好 如果他的那個農場經 要有販售買賣 好 謝謝時間到 好 那麼我們今天總執行 四位議員統整 都充分發言完畢 請市政府這邊要注重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請大家到餐廳用餐 散會 好 議事組在這邊 做個補充報告 市政總執行順序略作調整 原來5月19日 第四位執行的 劉盛全議員 調整到5月9號 就是禮拜一 第一位諮詢 也就是說 我們下禮拜一 5月9號上午9點準時開會 其餘的順序不變 以上報告 議事組不另做發文通知 謝謝